多謝主席 其實我們很多動物組織這段時間 就算不在這兩個試驗計劃裏面 在外面都繼續努力做捕捉絕育放回 甚至放回之前做了領養計劃 所以我們會覺得好處有很多 包括捕捉除了做絕育之外 其實也會幫助小狗注射防疫疫苗、稻蟲、清潔 還有如果牠們有些傷口 先幫助牠們處理 然後看看有沒有人領養 有一部分是比較溫馴的 希望安排領養 事實上也有成功的領養 然後才放回 有些才拿去放回 所以其實捕捉絕育領養放回 這是好的計劃 對社區也好,對動物也好 你定的生學指標 現在回看回頭 因為流浪狗的生命周期都有一段時間 你定在這個實驗中要減少多少 還未死,怎會突然減少 我回想回頭也覺得有一定的問題 而且你在兩個地方做這麼短的時間 兩年時間,你要減少10%的流浪狗的數目 我覺得似乎都不合理 所以如果用這些指標來斷定計劃成不成功 我覺得也是不合理的 反而我會覺得 其實區區都有動物的組織很努力 自己用自己的資源去做這些計劃 反而政府應該大力去推動 大力去支持 給予多些資源 現在就算這些組織多努力去做 找多少義工做都好 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自己的資源很有限 還有九場的地方也不足夠 所以我覺得政府不好 現在就用這個指標去定定 這個計劃是不成功的 於是就不去做 反而應該真的大力去支持去推動 還有長洲的居民 就算現在看到流浪狗是多了 也有新的外來狗也好 愛護動物的朋友 仍然希望政府繼續在長洲推動 而不是現在取消了計劃 我也希望知道政府 接下來是否可以大力去支援 每一個區都有動物團體 就是你可以分區 每一個區 用22個區都可以 22個區找不同的動物團體 就給他們資源繼續做 這樣行不行 謝謝主席 局長資源問題 黃秘書長 多謝主席和各位議員 我想再補充一個 剛才我明白 議員提說 數據顯示 所謂初步不成功 是不構成的原因 我們不繼續支持這個活動 正面回應 其實這件事可以繼續發展 因為知道這也是有效的方法 關於如何和其他區的議員配合 我想交給葡萄長 謝謝主席 謝謝郭議員 其實民意第十三段也有說 其實我們那個事業計劃 即是我們找顧問公司 去積極地主動每個月去數 九隻數目的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完結了 就看到那個結論 就是文件裡面所解釋 但是負責那兩個機構 即SAA和SBCA兩個機構 其實都會繼續 在未來幾年在那裡 照顧狗和監察狗的數目 其實這些數字 會提供給政府 就不是說那兩部分 那些狗就不會有人來的了 那就是澄清這一點 第二就是好像我剛才解答 朱凱迪議員 就說其實要視乎那個 倡議這類計劃的愛護動物組織 其實想在哪裡做 如果他們想做的時候 我們會作為一個協作的角色 去幫助他們推行這個計劃